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灰老头也见到了他 向他要了一块蛋糕和一杯酒 但第二个儿子说 我给你的东西会被别人拿走的 你走吧 于是他离开了那个老人 继续上路了 但他的惩罚没有多久就来了 因为当他对着树打了几下后 自己的腿就被打伤了 不得不被抬回家 这时 达姆林说 父亲 让我去砍柴吧 父亲回答说 你的哥哥们已经用他伤了自己 别管他了 你什么都不懂 但达姆林苦苦哀求了很久 最后父亲说 那就去吧 你会通过伤害自己变得更聪明的 他的母亲给了他一个用灰烬烤的水做的蛋糕 还有一瓶酸啤酒 当他走进森林时 小灰老头也遇见了他 向他打招呼说 给我一块你的蛋糕和一瓶你的饮料吧 我又饿又渴 达姆林回答说 我只有梅渣饼和酸啤酒 如果你高兴的话 让我们坐下来吃吧 于是他们坐了下来 当杜姆林拿出梅渣饼时 他变成了一块上好的甜饼 酸啤酒也变成了好酒 于是他们又吃又喝 之后 小个子说 因为你们心地善良 愿意分享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会给你们好运 有一棵老树把它砍倒 你会在树根找到一些东西 然后老人就告辞了 达姆林去砍树 树倒下后 他发现树根上有一只纯金羽毛的鹅 他把鹅捡起来 带着它去了一家客栈 他想在那里过夜 旅馆老板有三个女儿 他们看到这只鹅 很想知道这只神奇的鸟是什么 也很想拥有一根金色的羽毛 大女儿想 我很快就会找到办法 从他身上弄到一根羽毛的 达姆林一出门 他就抓住了鹅的翅膀 但他的手指和手都被牢牢地抓住了 第二只鹅很快就来了 他只想着如何为自己弄到一根羽毛 但他刚碰到妹妹就被抓住了 最后第三个人也抱着同样的目的来了 其他人喊道 走开 看在上帝的份上 走开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躲开 他想 其他人都在那里 他说 我也可以在那里 于是他跑向他们 但他一碰到妹妹 妹妹就紧紧地抱住了他 于是他们只好和鹅一起过夜 第二天一早 达姆林把鹅家在夜下出发了 也不管那三个紧紧抱着鹅的女孩 他们不得不跟着他跑 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 随着他的脚步 在田野中央 牧师遇到了他们 当他看到队伍时说 真丢脸 你们这些一无是处的女孩 为什么要追着这个年轻人跑过田野 这样明智吗 同时 他拉着最小的那个女孩的手 想把他拉走 但他刚碰到她 他也紧紧地抓住他 他不得不跟着他跑 不一会儿 牧师走了过来 看见他的主人牧师 正跟在三个女孩后面跑 牧师大吃一惊 惊呼道 你好 阁下 你这么快就去哪了 别忘了 我们今天要举行洗礼 他追上去 拉住了他的袖子 但也被他紧紧抓住了 就在他们五个人 一前一后小跑着的时候 两个工人拿着锄头 从田里走了出来 牧师叫住了他们 求他们放了他和牧师 但他们刚碰到牧师就被抓住了 现在有七个人追着达姆林和鹅跑 不久 他来到一个小镇 那里有一个国王 他有一个女儿 非常严肃 没有人能逗他笑 于是国王下令 谁能逗他笑 谁就可以娶他 达姆林听说后 带着他的鹅和一整列火车 来到国王的女儿面前 他一看到七个人 一个接一个的跑来跑去 就开始放声大笑 好像永远也笑不完似的 于是达姆林向他求婚 他们结了婚 国王死后 达姆林继承了王国 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